不来偶尔想起那些年的海上月 梦下之月 恒日 黑帝喜得灵儿 喜讯传遍大荒 一时之间人们议论纷纷 这位帝王即位几百年 妃嫔绝不在少数 单尊贵的王后就有两位 紫荆顶的神龙氏 武神山的高兴氏 王妃更是不胜美举 有中原的沈氏 枕氏 江氏 樊氏 北边的芳雷氏 梨荣氏 西边的树沙氏 小月之 但奈何子寺甚少 且不说前面这些年两位王后一直无所出 饶是这么多妃子 也仅仅有三个孩子而已 大儿子余祖 为中原的沈氏王妃书惠所出 次子伯称为北边王妃 梨荣氏所出 三子卷章 为西边王妃 小月之所出 这几位嫔妃 皆来自没什么气候的小氏族 家族势力更谈不上雄厚 直到这几位王妃诞下王子 才算是渐渐壮大起来 有人楷叹 这位帝王真是个不折不扣的端水大师 生孩子也不忘平衡各方势力 听说这次诞下的是个小王妻 神农山子金鼎的那位王后所出 算是个真真正正的尊贵嫡女 事已 整个大荒都在为国君和王后庆祝 沸腾的消息翻山越岭 偏偏传到了这座海外小岛 小妖就诊时 前面后诊的一帮子病患 讲得津津有味 小妖看完所有病人 挨个开完方子 没什么表情地吩咐苗普和佐尔抓药 安顿好一切后 按着肩膀自己一个人回了后堂 苗普看着她的背影 惆怅得同佐尔摇耳朵 哎 小姐不高兴 佐尔平静地焊了焊手 苗普又道 小姐是在担心武神山的那位王后吧 紫荆顶上这位现在都有了子嗣 那位王后却一直无所处 如今该要如何自处 佐尔不知作何反应 又默默摇了摇头 但显然苗普并不需要她的反应 自顾自地当操心老妈子 叹了口气道 小姐这些年来走遍了大荒 但其实有很多遗憾 皇帝陛下轰事时 小姐正在玉山昏睡 黑帝陛下第一个孩子 出示她也未能去恭贺 这么多年 轩元山的那些亲人 她一次未去祭奠过 小姐虽然从来都不说 但我知道她里面还是挂念的 她这乡正沉浸在自己的伤春碑秋中 一旁左耳突然碰了碰她 苗普回过神 自知有些失言 灯石住了口 门口闪出片雪白的衣角 香柳提了个篮子 跨了进来 做了教书先生 岛上有很多渔民都认识她 有几名等着拿药的病人 同她打招呼 香柳笑着一一应了 转过身来问 小妖呢 左耳指了指后堂 香柳点了点头 抬了抬手 笑道 今日有口福 有个渔民送来了 好多珍稀的鱼虾海蟹 她在烹饪这方面可是行家 我去后面同她请教一下 画壁神色如常地转身离开 苗普脸色阴晴不定 心里面有点打鼓 方才自己声音放得低 左耳又提醒了她 那么香柳 应当是没有听见自己说的话吧 后堂此时刀光剑影 甚是精彩 前几日小妖带阿刘出海时 碰到了海怪 她用弓箭逼退了对方 自那天起阿刘 便一直吵吵嚷嚷着要学射箭 不得已 小妖只好在后堂院子里 射了个练剑的场子 身法当正直 勿缩紧 勿露臂 勿弯腰 勿前探 勿后仰 勿挺胸 向流拐过门 小妖正指点阿刘条整系微处的姿势 你的力量小 最好采用四指拉弓 大拇指自然弯曲指向掌心 食指靠在盒下面 弓弦对正敌 嘴 下盒 小妖半蹲在阿刘身后 握着她的手 引导她跟着自己的动作 身端体质 用力平和 念弓得法 驾剑从容 前推后 走 弓满是成 随着成字 剑飞出 稳稳地定入了靶心 有啪啪鼓掌声传来 香柳斜倚着身靠在回廊柱上 笑道 不错不错 你这个师父如今才算是真正实至名归 小妖眼珠子低溜转了一瞬 恶像胆边生 揽着阿刘肩膀道 先歇一歇 问你个问题 阿刘放下功 问 什么问题 你是想学最好的 还是只想玩一玩 阿刘挺起胸膛 自然是要学最好的 那好 小妖搬过她的尖头 要么不做 要么做到最好 好小子 有志气 既如此 你就不应该跟我学 阿刘猛了 什么意思 你不愿意教我吗 小妖眨眨眼 无辜道 我自然是愿意教你的 不过我只会皮毛而已 算不得厉害 教我的人才算是鼎鼎的高手 阿刘似懂非懂点了点头 问 那教你的人呢 小妖弩弩嘴 冲着香柳那边道 远在天边 近在眼前 香柳笑看着这一边 听到那一句教我的人才算是鼎鼎的高手 实眯了眯眼 眼中眼中笑意更甚 先生吗 阿刘心里震惊一瞬 而后又了然地想 先生那样的人无所不能 精通剑术好似也不是很奇怪 小妖寻寻善诱道 你也说了要学就学最好的 与其跟着我这个半调子 不如直接拜他为师 可 我已经有师父了 师父可以同时拜两个吗 阿刘望着小妖 诚然这个师父从来没好好教过自己什么 小妖好整以霞 当然不行 而后 表情沉痛道 诚然我很舍不得你 我知你也舍不得我 但是为了你的大好前途 为师只有退位让贤 忍痛割爱了 她嘴上这么说 心里面其实巴不得赶紧把这个烫手山芋扔给香柳 自己好做甩手掌柜 小妖乐呵呵地看向香柳 香柳温和地笑着 没有反对 阿刘顿时感动得稀里哗啦 第一次对自己这个师父生出一种全权不舍之心来 师父 小妖看着阿刘 故作严肃说 哎 都说了 往后我不再是你师父 不必如此称呼我 阿刘眨了眨眼 诚恳发问道 那我如何称呼你 小妖刚想说称呼什么都成 左耳描普都算是我的亲人 你顺着你娘亲那头叫我小妖姨 或者顺着你爹那头叫我姑姑都可以 话头一起就被向柳劫了胡 只见她簇眉想了想 也壮似无奈道 哎 盛情难却 我却不好夺人所爱 礼数不能乱 这香 既然不能当她的师父 你便姑且委屈 当意当她的师娘吧 阿刘雅然道 啊 这样啊 小妖一口气卡在喉咙里 眼瞥着香柳不怀好意的目光 可算是领教到什么叫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了 记下之月 学堂修了假 香柳暂时闲了下来 岛上渔民修缮房屋的也不多 恰好医馆也清闲 这天傍晚 她问小妖要不要出去玩玩 小妖漫不经心地翻着一本医书 随口应道 好啊 等用过晚饭 香柳伸手合上医书 谁跟你说在岛上玩 小妖不解地看了她一眼 皱起眉头道 还里面吗 那也得等我把饭吃完 香柳敲了敲她的头 笑骂道 你除了吃能不能关心点别的 小妖拨开她的手 伶牙利齿地回敬道 你除了玩 还能不能关心点别的 香柳家许道 人生苦短 不过吃喝玩乐儿 看来 我们真是天生一对 小妖嘖嘖摇头 我得去问问阿碧 招魂术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 我刚来使招来的明明是香柳 怎么才过了多久 就变成防风贝了